我都 放我下来 你疯了吗 你从台上跳下来干吗 难道我就看着 不然呢 我为了你比赛 我什么都可以忍 你为什么要忍 我告诉你 我已经火大好几天了 打电竞是我自己的事 谈恋爱是我自己的事 比赛输赢也都是我自己的事 我就是看不惯他们 往你身上泼脏水 这点小打小闹我都承受不了 还怎么跟你谈恋爱啊 跟你们这样的人在一起 不就是要接受这些 关注和指点吗 谁叫我男朋友这么能干 是电竞小明星 他们祝福也好 不祝福也罢 我们的未来 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没再开玩笑 不管是刀山火海 还是万丈深渊 我都 好 首先要恭喜今天ZJDX战队 保持自己的连胜金身不坏 谢谢东南 同时也非常惊讶于YQCB战队 比赛结束之后 依然没有离开现场 给予了我们 这次特殊的赛后群访机会 其实是想走的 但是教练不让 按照我们在休息时 一定要让我们看看四宝一怎么打 因为是新常设的战术 所以我们都不太熟练 你好 我想问一下ZJDX战队 四宝一战术在目前下落 比较弱势的版本里 其实并不是那么适合 那为什么你们会在YQCB选用失败后 依然坚持这样的战术呢 我们的中单说 他也想试一下四宝一 想试一下玩雪女 我心想 好像也行 正好教一下别价待敌怎么打四宝一 于是我们就打了两把四宝一 好的 谢谢 四宝一 我也就给他过 我想问一下YQCB 今天第二把结束之后 发生了一些小意外 第三把艾佳选手就没有出现在首发阵容里 请问您是被禁赛了吗 粉丝们很想知道 其实是这样的 第三把让Tip选手上场 是教练组和队员们共同讨论出的结果 我知道 现在网上有很多人带节奏 说是艾佳耍大牌不肯上 其实不是的 也请大家适可而止 其实当时就是因为艾佳情绪不太好 我们觉得让Tip选手上场可能会更合适一点 所以才换人的 我问一下 那么为什么会情绪不好呢 你没看到吗 别说了 我想问一下 这段时间 一直关于选手私人感情生活的节奏不断 作为职业选手的你们 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顺其自然吧 没太多往那方面想 我们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训练 很少有时间接触外面的人 所以大家大部分都还是单身 这 这 这也不代表我们金老和尚庙啊 不是找不到 但也不是不想找 也不是不能找啊 反正苗弄清楚这怎么一回事啊 我只是希望大家换位思考一下而已 大家都很年轻的 谁上课没有开过小禅 谁上课没有睡过觉 没有偷看过班花 虽然我没有类似这样的经历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训练 甚至我们训练的时间 比某些人学习的时间还要多 有很多人高中毕业的时候 因为异地练 相隔两地不得不分手 而我们打职业的 打着打着就被甩了 为什么 你觉得上课说的 还没有谁啊 为什么呢 建议你们去采访一下 CK战队打野杨神 他会告诉你们 为什么 常常亲妈的故事 我的年纪在这个圈子里面也不算小 我打职业很多年 建国的事情也比较多 那这么说 诚哥对于选手恋爱的事情 其实并不反对喽 适可而止的话 我不反对 男女双双考上清华北大的传奇故事 也不是没听过 诚哥 你也想吗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我的天 这话还能在那里面一定 他什么也没说 你什么也没听见 不要脸红 不能脸红 呼吸不能加重 淡定 要淡定 那对一些要求过高的粉丝 诚哥有什么想说的吗 很感谢粉丝朋友们的支持 和喜爱 未来的比赛 我会好好努力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多来现场支持 还有我想说 如果你真心喜欢一个职业选手 就离他的比赛抬近一点 离他的生活远一些 谢谢 ill 해요 刚刚不能能在 对不对 有空出来 我教教你 拉吧你 我告诉你 走 走 宋世 嗯 这两把如果没我精彩的 四宝一逆风局和顺风局的打法 拍下就洗补白了 哦 怎么感谢我啊 给你磕个头喽 不行 你又敷衍我 我没啊 你有 因为我要保护你们呀 有人说 恋爱的意义大概就在于 世界上突然出现了那么一个人 他能够给予你一切你想要的 太力所能及 无所畏惧 随时随地 一无反顾 你全部都可以说 走开 嗯 跑开